近日一些新冠肺炎痊愈患者核酸检测出转阳的现象引起公众关注 3月5日中心社记者电话采访曾确诊新冠肺炎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 他谈到自己出院后的感受并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读 王广发表示自己并未出现核酸检测转阳的现象 但出院后曾隔离休养了一段时间才完全恢复 我出院以后呢其实经过了两周的恢复的时间 我觉得才把这恢复 那么实际上这个病毒呢 虽说因为我是听证 我是听证呢 刚开始我也觉得应该没问题 但是出院以后的实际上那个感受呢并不好 就是疲劳感 特别的疲劳 再一个呢就是睡眠不好 那么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完全的恢复 王广发认为按照一般规律 康复出院患者阴转阳的可能性很小 具体什么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他指出或许也存在检测误差的可能 对于康复出院的患者是否会传染他人 王广发认为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康复者会传染 实际上没有特别明确的结论 公众呢也不必过于恐慌 因为这种病例数呢 毕竟还是少数 而且我们现在呢这个政府 我觉得是提出了要求 就是你出院你还是要 要自我隔离 还是要隔离这个两周的时间 那么出院标准是否需要收紧 王广发强调 在研究不足的情况下 不以草率更改标准 当前最重要的是 对出现阴转阳的康复者进行研究 找出该现象的原因 改变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一些行为吧 可能还是要要慎重 就是要要有一些证据 就要做一些一个是临床上观察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些人的 上回到分泌屋啊 下回到分泌屋啊 或者大便啊 我们再给他去做病毒的培养 那么他由因转阳以后啊 假如说他的他的这个 还能培养出来活的病毒 那这个情况那就要要重视了 作为专家同时也是新冠肺炎康复患者 王广发也对康复者们提出了建议 出院以后呢可能还要做一些这个病情的观察 那么有问题呢可能要及时去看医生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你比如说有心肌损害的 或者其他一些重要脏器损害的吧 那可能要要小心 就是因为他引起的其他脏器的损害 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上出现问题 王广发说 康复患者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有计划循序渐进的进行康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